欢迎收看2012年8月17号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伟 郝勇七壮士他们成功地登上了钓鱼台之后 一行十四人也是被日本的方面拘捕或者扣留 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直接的遣返 而这一起的登岛事件 它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的意义 现在也纷纷地被拿出来解读了 另外还有这一期的我们的时报周刊 是独家地披露了马英九的分身金普聪 将在9月的时候前往美国 进行与外交相关的一些活动 这金小刀是不是要付出了呢 以及一传媒集团对望望中史媒体集团的猛烈攻击 让望中发表了声明 要由时报周刊对一周刊和苹果日报提出告诉 而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时报周刊的社长夏真 夏社长您好 哲优兄好 各位观众好 好 社长我们想要第一个请问的 还是跟钓鱼台后续的发展有关 当然我们已经晓得事实是怎么样了 但是现在有了一些的不同的解读 比如说有一个解读就是 大陆 台湾和日本都是高度的自制 在大陆方面所谓的高度自制 就是厦门的船没有出去 但是香港的船让他走了 在台湾方面的话是 台湾的船不让他出去 但是香港的船给他有补给 对于日本的话 是他们禁止自己议员的登岛的申请 而且现在抓了这些这14个人了以后 目前是打算要遣返 您认为这件事情真的是三方的高度自制吗 我想第一个那14个人遣返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听说他们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放出来了 另外一个钓鱼台 我必须提醒一下 钓鱼台事件争议已经非常久了 从1972年开始 请大家记得 钓鱼台在美日安保合约中的范围 没有变过 因为这个和美日安保合约 所以当年有所谓的保调运动 这个保调运动当年 这么轰轰烈烈的搞起来到现在 等于是陈年基案 历史基案还没有办法结 你说到现在要此刻 有一个结论吗 坦白说真的非常难 你不论是美方日方中方 或者我们台湾吧 四方你这个政治势力 怎么样在这个区域里头 所以很多人当然对于 所谓马总统讲的一个 东海和平倡议一个 觉得莫名其妙讲什么话 但是很抱歉 因为我们的马总统 是当年的保调健将之一 这个是热血青年 真的是热血青年 但是他现在是中华民国援手了 然后第二个他也很知道 这样的一个历史 陈年老问题 不是斗狠 陈勇斗狠就可以解决的 真的是这样 理智中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 而且他是一个 第一个 他是一个如此热情 要维护保调主权的人 第二个 他又很知道 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第三个 即便是中国如此的善意 说要一起共同保调 他都说还不能 就是两岸不能够合作保调 还要维持那个奋济在 为什么要维持那个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我们台湾 真的跟大陆去合作的话 日本 美国 怎么去想 你会不会等于 身高区域紧张 有需要吗 为了一个 拖了这么久的一个 有需要到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相对来说 真的我觉得克制是必要的 我比较不倾向 用那个很激情的方式 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到登岛去 喊杀喊打 插旗子什么等等 那你记得前一阵子 我们还讲 咱们的人也去 插了一个旗子 他说旗子戴错了 是戴成五星旗 这很好笑 那这一次我想 因为主要这一次 还是香港保调人士 所以他等于两边都 两边的旗子都戴了 是 他某种程度 也不能算是北京方面的 那香港可能 对我们台湾 有一点好感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是两面旗 都带到那里去了 那我只能讲 就保调 就调一台 这个主权的争议 这几年的发展 确实香港人 比我们台湾人 更热情激情 相对的 又比大陆更激情一点 就是我们是用比较激 Anyway 截至目前的处置 我觉得也都还好 该表达立场的 各方都表达了 是 好 我们再来讲到的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这个国企 就是除了这个五星旗以外 今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也一起被带上去了 那现在就 当然就是大陆和台湾 各有各的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大陆的处理方式 就大陆的 不管是平面媒体也好 还是电子媒体也好 当然最敏感的 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那各个不同的媒体呢 它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有的是把它全部涂成红色的 有的是让它变不见 那有的呢 又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 不过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呢 这个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那它是就是整张照片 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以及中华民国的国旗 它是全部放在那边 用在那里 那他们的编辑角度是说 这样反而是代表 就是两岸是一条心等等 那当然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您认为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媒体我们当然可以了解 就是它为什么要 把中华民国的国旗给拿掉 那但是不拿掉 您自己认为 它的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要先要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我看到这种东西 第一我反映出来 大陆其实确实是 它整个政治社会环境 是在开放中 当然包括对媒体的管控 也开始在放松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有不同的媒体 它容许媒体在不同的市场 或不同的定位上 做若干区隔 这是容许的 比方说人民日报 中华民国青天白日红 其实不能出来的 但是环球时报呢 原则上它是属于那种 对外的外事的 很像他们的中央电台 第四套吧 类似的 等于对外的 那它就可以 一方面说 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 也就默许了 也就是一面 代表两边吧 或许就是用这样的 一个态度处理 但是我就说 因为环球时报 是对外的 人们是对内的 这里头还是有 若干区隔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环球时报 愿意这样的 全部刊登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某种程度 它这个越健康的心态 面对这个事情 然后慢慢的 从外普及到内 我想那个 宽松的尺度 会越来越大了 我到这一点 倒是乐观其成 对 而另外一方面 就您刚刚讲到的 就是马政府呢 对于这一次的 这个国旗的事件 那他们是跟日本人表达 就是说 第一呢 这个国旗 不是我们台湾方面 要它带的 而看完了 这个大陆方面的反应以后呢 台湾方面 也是有不同的 这个动作 比如说呢 这个马政府呢 就认为说 第一 这个旗子 两个旗子 一起带上去呢 是一个统战的行为 而且第二呢 就是要表明 就是在钓鱼台问题上 就是台湾跟大陆 不是站在一起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除了向日本人 表明上述的 这两个立场以外 也告诉日本人说 我们是要 这隔制争议 然后和平的 进行的双边的关系 而且呢 尤其是这个双方 有关于于权的谈判 那根据这个台北方面的说法 马政府方面的说法 是得到了日方的善意回应 那您认为 马政府乃至于马英九 他在抓这个反应的分寸怎么样 我觉得他讲的是 其实上是没有错的 第一个 那个其实真的是 并不是我们是叫他们 香港人嘛 那坦白讲 讲说是统战 我不敢讲说他不是统战 但是那个不具名的官员的说法 我也未必赞成 因为我要提醒 那14个人是香港保调人士 是 原则上跟北京是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程度有点像是北京硬帖 因为北京船根本没有出来 大陆方面船根本没有出来 所以这是香港人士 就 你是不是到达统战 你说是也可以坦白讲 我觉得没有严重到这个样子 这个点 然后再来就说 刚才马政府讲说 跟日方去讲 我觉得他是在两边要操作 第一个 一定不能让日方觉得说 大陆跟台湾真的会联合保调 因为我们现在两岸真的是 形势交流都更密切 这个在保调的问题上 突然也联手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们的区域安全 是两岸联手 这是不得了 那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shock 一定不能跟他们讲 但是呢 我诚实说 可能是有一点点 多少还是有点民族情节吧 对 因为日本 不好意思啊 因为台湾曾经是被日本殖民过的 面对日本 日本人对待台湾 你可以说他对我们非常好 但是坦白讲 在很多谈判问题上 日方可没有对台湾 有任何假以辞涉过 包括钓鱼台的渔权问题 今天马政府说 日方有正面回应 我们要和平解决渔权问题 哲兄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钓鱼台问题 这不是出现在第一次 马政府的第一任 苏启当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为了中间渔船的争议 苏民族那时候再来协调这个事情 当时就讲说 日方有善意回应 终于台日很久没有谈的 渔权谈判又开始重新端上桌了 两年过去了 端上桌的渔权谈判 请问进度到哪里了 没看到 有没有下一步呢 你还有第三步吗 如果你有第二步的话 我就就这一部分来讲 我就重新提醒一下 拜托 没有错 我觉得你的策略都是对的 你的策略都是对的 重点是什么 你要执行到位 对 我也愿意 第一个我们要跟日本讲 绝对不会跟中方合 不要让你怕 但是你要让日本人怕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是背后没靠山的 我也是有的 你不要逼到我们 非要跟别人合 我不要跟别人合 不要逼到我去跟别人合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是在争取这样的一个筹码在 当然 我坦白说 那个钓鱼台 主权不主权 就是周边渔权 比较重要 或者是周边有任何天然资源的开采 你不能少了我们这一份 这是比较实际的 那对此刻最实际的 那边渔群 渔获量还蛮不错的 你不让我们的渔船去 这算是什么 我觉得就这 如果能够谈到这一点的话 就很好了 现在是很麻烦 我们的渔船进出 经常会被赶的 对 而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还想到的就是 这一次呢 关于这保钓人士 香港保钓人士 他们用铁壳船 但是呢 似乎就是可以 就这样长驱直入的 最后是用搁浅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欺民保钓人士 就是陆续的登岛 然后插上两支国旗 那有很多的人认为呢 这其实是所谓的阴谋论 那阴谋论的第一个论点 就是说 日本政府事实上 是故意的要诱敌深入 然后呢 在用这个人数的优势 把大家抓起来以后 向日本国内的国民宣告说 我们有这个治权 而且呢 要让日本内部呢 有一种声音出来 就是说 日本人要在钓鱼岛驻军 这是第一个阴谋论 那第二个阴谋论的话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北京 已经瞧好了 或者说 跟台北可能也有瞧一些 就是要 真的是要让 香港的人登陆 反正它既不代表 中国大陆 又不代表台湾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中间的 模糊地带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你让香港的人登陆了以后 那大家都高兴 那每一个人呢 都觉得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您怎么看 我比较赞成后者啦 是 因为我是这样看啊 就是说 你日本自卫队 我必须要跟你说 它要驱逐你香港保调人士 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它要驱逐是绝对驱逐的 它不让我们台湾的渔船去 它就真的能够挡得下来 你更何况这14个保调人士 但是我怎样说 它如果在中途驱离 或者要驱赶 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甚至翻船啦 或者万一出人命啦 或者是万一中途要拦截的时候 你是逼到台湾 那你是要出舰队呢 或者是你海巡船 是不是要去呢 你台湾不要去 那大陆方面 你的人在那边被挡了 上不去 你是不是要派舰队来啊 我刚才讲 自卫队的舰很不错 中国如果把它的东海舰队 也开到那边去 你怎么办 难道真要兵戎相见吗 所以某种程度 我相信可能是有默契 真的是说 让他们去吧 你要逮人 你好歹你登岛之后 你再逮 花费力气真的更小一点 而且比较没有安全上的风险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至少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表示真的 我们这周边国家 都是文明的 就不让你有损伤 一兵一卒啦 然后当你抓到人之后 表示你有 但是很抱歉 你立刻要送回来 你一壳也不要给我脱 你如果敢在人 人质 等一下形同人质一样 你逮起的人 你如果脱了 不送回来的话 中国大陆一样会跟你翻脸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确实是啦 就是说这个操作是说 有强硬的 也有退让的 那种 在这一部分来讲 坦白讲 你对日本来说 它又何尝不是国际纷争 内部消费呢 是 它也只要对内部有交代 也就算了 是 所以呢 就是从这个社长的 这个角度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 事实上 对于这个东京 北京 还有台北的这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这都算是一个有理性的 的一个盘算 和一个计算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以成为升高的爆点议题上 就是尽量的让他能够在一个不满意 或许大家不满意 但是呢 这个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呢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接下来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我们这一期的时报周刊 是独家披露 马英九的分身金普聪 他将在九月的时候 前往美国进行跟外交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这金小刀 作为这个马英九的替身 是不是又要付出了 马上回来